下上七言和圣母七言的第六句,主题是时辰,the hour,耶稣说,完成了,《约旺福音》十九章三十节, 玛利亚就说,他们没有走了,《约旺福音》第二章第三节, 今天,人生哲学最流行的是自我表达,Self-Expression,即是想做,就去做, 就好像任何形式的约束行为,都会被视为只有那些被虐待狂的人,才会接受的黑暗时代, 事实上,一个奉行,自我表达Self-Expression的人,即是想做,就去做的人,是精神病院里面的人, 他们完全没有抑制的能力,没有准则,没有道德标准,是完全失调的。 这种想做,就去做的生活方式,其实是会导致到自我毁灭。 但是,它是会有出路的,就是追求成为完美的人。 如果你想成为完美的人,就需要有牺牲精神。 我们可以转向十字架上基督学习。 当十字架上基督学习,我喝的时候,士兵就用长枪,将浸透了醋的海灭,送到他的嘴边。 有梦福音描写,耶稣尝你一口醋,就说,完成了。 完成了,是一句话,在圣经上出现了三次,在创造之初,在结尾和中间,创造天地之后,天主就说,是就这样成了。 这句话,也都是指,完成了,是就这样成了。 路加第二十三章 圣所的障碗,从中间裂开,耶稣大声呼喊说, 父啊,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。 说完之后,就断了气,这个也都是指,完成了。 最后,第三次,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,完成了,不是指,多谢天主一切都完善。 耶稣说完善了,意思是指,一切都完美地完成了。 人欠天主的债已经还清了,他来世上要做的事,也都完美地完成了。 十字架下的圣母,想起了一件与走有关的事,就是发生在加纳分业,他们没有走。 当供走的人,还没注意到的时候,圣母已经留意到人的需要。 一句简单的祈祷,他们没有走了。 耶稣回答,女人,这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? 我的时刻尚未到。 路加第二章第四节。 为什么耶稣又叫她做女人呢? 就是等于说,你是我的母亲。 你要我在公开生活的时候,就用奇迹向人宣布,我就是墨西亚天主子吗? 如果一开始耶稣就答应,圣母行奇迹的话,圣母玛利亚就不再是耶稣的母亲。 而是耶稣与他一起的共同救世者,是全人类的母亲。 所以耶稣用回世界性的称呼女人,来称呼他的母亲。 我的时辰还未到。 时辰,往往是指他的苦难和死亡。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,耶稣祈祷,这样说,父啊,是神来到了,求你光荣你的子,好叫子也光荣你。 要望十七章。 在路加二十二章,五十三节也都说,他说,现在是你们的时候。 是神是指十字架,当耶稣显第一个奇迹的时候,变水为走,就是他的时辰的开始,即是说,他开始走十字架的路了。 第六句是一个结束,苦难,旧熟的工程完成了,水变成了酒,酒变成了盛血,工程完美地结束。 在你开始学习钢琴,苦练,直至到在台上得奖的之间,中间经历的就是叫做时辰。 同样,耶稣对希腊人说,一粒墨子,如果不落在地里,死了,仍只是一粒,如果死了,才结出许多子粒,若望十二章。 就是提醒我们,死是生命的条件。 如果没有牺牲,没有十字架,就不会有永生。 雅典人,可以称呼他做老师,但是耶路撒冷人,应该叫他做救世主。 正如圣保禄他说,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,已经将肉身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。 加拉提人书第五章二十四节。 如果没有了这些自我的约束,用谦信,克服,骄傲,自私,我们的生活就不能够说完成了。 很多生活上的挫败,失望,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, 也可以演绎为不愿意自我约束。 在灵修生活上,就是意识度和自愿将耶稣的时辰纳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 很难够有一天,你都能够和他一起复活。 有什么标记,可以令你知道,你的生命还未完成呢? 第一,批评人的习惯。 我们的正义感,连自己都没有,却要逼人家一定要有正义。 为了补偿我们的不足,我们就坚持自己挂在墙上的那幅画,是挂得正直,而人家那些总是弯弯曲曲的。 第二,批评宗教,直接或者间接。 如果你是理性主义者,你就会认为信仰的人是迷信。 但是,为什么你又喜欢听鬼故呢? 如果你认为宗教是迷信,为什么你又要看侦探小说呢? 你探到侦探小说里面的迷,迷也都透露了,你对天上的迷也都有兴趣吗? 那你怎么可以说,信教就是迷信呢? 自然律和因种都告诉我们,施语的就会有收入。 加利利亚的海水,令到鱼类生长,不是因为它接受水, 而是因为它能够将水供搁给鱼类生长。 死海里面是没有生物,因为它的水是死水, 盐分太浓,没有入,也都没有出。 同样,人不向十字架学习,施语,牺牲和爱, 就不会找到五巡折的生命和力量了。 如果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喜欢的, 这就是因为首先,你都不喜欢你自己。 生命和生命带来的快乐, 根本是不会容许一个以自我为中心, 自私,想做就去做, 无节制,无规律的人所拥有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在天主的国里面仍然有一个十字架去提醒人。 结论就是珍惜天主给我们的时辰。 这个就是今次跟大家分享的主题, 时辰。 幸福,一个是悲剧, 都跟时辰有关。 就希望我们都珍惜天主给我们的时辰。 好好这样去用它。